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那今天这个大盘 还是一样 这个出现一个撑盘 又是有惊无险 大家就看到这个盘 好像快撑不住的感觉 然后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讲说 目前为止 这边的一个震荡 只是为了在未来 整个大盘要在往上做挑战 那往上做挑战 这个资金必定会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相信今天这个盘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怎么去撑盘的 由金融台积电跟面板股 所以说这个整个撑盘的架构 你就可以秀出一个味道了 秀出什么味道 就是说未来可能要涨的一些个股 可能是大家手上没有的股票 不要说手上都没有 就是比较少人有的个股 应该是这样子讲 你看金融股 一般都是定存足 可能才比较会去买金融股 一般短线操作的 应该不太会去买金融股 但是郑宏今天有布局金融股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那再来这个台积电也是 大部分也都是比较走中长线的 才会去投资台积电 那面板股更不用讲了 面板股从去年7月中旬 一直放利空 放了将近4个月 那这4个月当中 很多人的面板股 早就被洗掉了 利空一堆 天天都有利空 吓都会吓死了 坏有流的也应该不多了 那我相信在这个地方 这个你就应该可以 慢慢的去感受到 我说过 下一波的行情的格局 会有新的局面 这就是我一直在 跟投资朋友在提醒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的话 你要赶快去检视一下持股 哪些个股真的不行 你要赶快把它丢掉 换股操作会比较安全 那如果是说有些个股 虽然它可能拉回重挫 但是它还有机会 这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等一下再慢慢跟 投资朋友来做一个详解 那在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来 面板股也有 这个最近也有投资朋友 在刚刚卡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搞不好你从头到尾的 这个面板股都还有保留着 对不对 那刚刚好解套 小钻那么一点点 到底该留还是不该留呢 没有关系 我今天在这个财经及时通 有解析 那我就不再赘述了 你就自己去看这个财经及时通 你可以把我这个影片 看过之后 我相信你的心中 就会有一个底了 那我这边就不多讲了 那最主要是今天 我要跟你讲什么 讲金融股 为什么要讲这个金融股 因为近期的资金 几乎都是集中在金融股 那换句话说 如果是金融股一直在动的话 那其他的个股的这个 在资金排挤的效应之下 很容易就会出现 所谓的这个主力群 他会要把资金做转移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重挫 这就是你在近期时内会看到的 那在去年的12月的25号的圣诞节过后 其实我就不断的在跟投资朋友讲过 我说元月份的行情 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么好做 对不对 而且我还提醒你说 元月份的行情 你要记得 12月份大涨的股票 千万不要再放在手上 赶快趁获利的时候 赶快先出脱 有没有 同志朋友 我说过 你要在最好获利的时候 最漂亮的时候 价格最漂亮 大家都还想买的时候 你赶快去做出场 那时候我相信 你虽然就算没有卖在最高点 但是你也是卖在相对的高点 跟最漂亮的点 不是吗 不是说你等到发现说 哇 怎么会这样子一直在跌的时候 你才开始在后悔说 当初怎么没有卖 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红的话听下去 为什么 因为在市场当下的氛围 都是非常的乐观 尤其是在这个中小型电子股的身上 我相信在当时 我在讲说 元月份会走 这个所谓的金融传产 有没有 轮动行情 还记不记得 投资朋友是不是在讲这个 可能在当下 你没有办法听得下去 为什么 因为那石头电子股还在涨 还在涨 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曾宏会把未来告诉你 可是在当下的市场的氛围 往往跟曾宏跟你讲的未来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能不能去 就是说接受 曾宏给你个建议 我说那就看个人 看个人的造化 那如果是说你每次都要到最后面去验证 你才说 那我赶快来出股票 那你都会出在什么 相对的低点 那这个金融股就变成什么 我们最近要观察 因为资金从这个地方往里面这边挤 对不对 那所以资金从这个地方挤 你就会发现到什么 你看这个金融指数 竟然创下了什么 近期的新高 但是它离这个历史高点 还有一小段距离 我之前也跟投资朋友提醒过了 我说所有的类股里面 就是金融股还没有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大盘早就创下历史新高很久了 对不对 但是金融股没有 所以这个金融股它其实有个落后补涨的味道 包括像这个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什么富邦金 国泰金 在这个往上冲 但是呢 这边的冲只是带动着金融 真正的金融股 我觉得当然国泰金富邦金 也有可能去再涨 但是我觉得这个 真正的一些金融 金融股它会涨的 可能是在其他的 什么叫其他 就是比较价位比较低的 我觉得这些个股 更有机会往上走 那当然我们今天就不决定当什么 金融股 也是股价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大概在 20块以下的 的左右的这些个股 比较容易出现什么 一个波段的上涨的行情 那当然操作金融股 可能投资朋友会想说 那真的有肉吗 有肉可以赚吗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讲 你去想想看 现在这个盘 我们今天看到 今天是最后面是涨了40几点 对不对 但是那是最后面尾巴去拉什么 金融股跟台积电 一些全职股把它拉上来 尤其是金融股 所以说这个地方 如果是说你以目前这个阶段 你如果不去做金融股 那你做其他的股票 你会做的很辛苦 不是吗 对不对 搞不好涨个一天涨个两天 又跌回来 又跌个一天两天 原本大涨两天 变成重挫两天 最近的这个行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发现都说 投资朋友 其实我常常跟投资朋友 讲个概念 当这个资金在转移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他转移 对不对 不要说 你就在坚持说 我一定要做什么股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盘 蛮难操作的 说真的是蛮难操作 这个是我在之前就跟你讲 说元月份是高手盘 对不对 我在之前就预告过了 好 那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你就应该有 完完全全的感同身受 之前是无法体会 对不对 因为我把未来告诉你 现在你就可以感同身受了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金融股 你现在要做 可以做 而且你非得去做不可 要不然的话 这阵子的 这个行情里面 可能最强的 就是这些金融股 因为我在这个 虎女标的研究报告里面 也有放了很多的金融股在里面 因为我知道金融股会 带动这个大盘怎么样 最起码 让它撑在这个地方 这金融股就会发生 非常大的作用 那当然 至今往这边 我们也要跟着来做 那我也是等到 它突破了什么 空方的防守区 这档股票 突破金氏王突破之后 我才去开始做买进 这是怎么样 确保它真正的会发动 不是在那边又在原地打转 这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我这样讲的这个 遇风之鼎 追踪那么久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哪一档了 只是我还是一样 为了会员的悬疑我没有打开来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了 它如果去突破 我画了这条橘色的线 它就会转强了 那到这个一转强 我说它的行情就不太一样了 就跟上市那边拖拖拉拉的 这个行情就不一样了 那什么时候快突破 我也不知道 但是已经很接近了 对不对 你看到距离已经那么近了 所以有没有机会突破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到时候我说过 等到喷出去飙涨的时候 我自然会公开 但是那个时候 已经跟我们的会员成本 有一段距离了 那再来就是财富船 财富船在这个地方 股价就给你拖拖拉拉 为什么要拖拖拉拉 当然也会受到 这个货柜三雄的影响 但是呢 并没有改变它的一个什么 强势的格局 你可以看 它的收盘价是越来越高 偷偷摸摸的 就这样子往上走了 所以不注意的人 当然了 或是说没有耐性的人 可能你之前 你手上有这档个股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 拖拖拉拉 再加上你看到这个货柜三雄 再跌 你心中会害怕 那一害怕就被洗掉了 对不对 那搞不好它后面又开始 真的要往上走了 但是呢 郑宏还是一样 继续的持有 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是越走越漂亮 我反而不担心 我觉得它是越走越漂亮 所以说这档个股 财富船 我相信 只要这个盘势一稳 就是说已经真正的 不是说每天一开盘就跌下去 才慢慢拉上来 然后那边震荡震来震去的 我说的稳就是大盘 真的 哦 开始一开盘就往上走 这样子 一个比较稳定的走势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财富船 应该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布局的一些个股 其实我在之前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我在最近都在避开电子股 因为资金已经从电子股的身上流出去了 对不对 这不是我今天才讲的 投资朋友 我已经讲多久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 我就跟你讲过了 我从去年的12月25号的圣诞节过后 我是不是一直在提醒你 我说元月份金融跟传产会开始轮动 那电子股在这个地方会休息 但是我说不是全部休息 它会有还有少部分会有继续往上走 但是这个部分会在什么地方 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在最近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都是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全职股身上 没错吧 那中小型股就不行了 这个我在之前就跟投资朋友讲过说 12月份 这些大涨的中小型电子股 你要注意 你看哦 投资朋友 如果你能把我当初 我在圣诞节过后 跟你讲的这句话 你如果有牢牢记在心里的话 你早就闪过这一波 中小型股的惨跌行情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怎么办 没关系 我相信等到明天或是下礼拜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目前为止 如果你手上有中小型电子股的 你可以用几个方法 第一个 就是我之前我都有给投资朋友说 这个简单式的停损跟停利 这是最简单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评估你的个股该不该先出 我先把资金拿回来 你不要真的不要看他一直跌 我说投资朋友在投资上面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赔钱的时候 只是说当你面对这个赔钱被投资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面对他 该怎么去处置他 而不是说放在那边不管 放在那边不管就很可惜了 我说过啊 有明明有行情 你又去那边 跟他耗着在那边等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也浪费你的资金 要是你的股价 一去不回头呢 那你又该怎么办 有些法人早就已经 做账做完了 我那时候也在提醒您说 很多的股票在12月份大涨 为什么1月份它会往下跌呢 因为12月份的做账行情 法人已经做账完毕 主力群也做账完毕 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元月份 这一波跌下来的 到现在 今天是1月11号嘛 其实也没几个交易日啊 这些跌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那些12月份 之前大涨市场最热门的股票 投资朋友没错吧 这都是我事先告诉您 但是呢 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没有办法怎么样 去认同 尤其像之前那个超高价股 我提醒多久 对 我一直跟你讲说 这个超高价股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他们的手法就很简单 先反弹再盘整再跌 先反弹再盘整再跌 就是让你的股价 在不知不觉中越跌越低跌 有没有 那时候还跟一些 我说如果你资金比较大的 这些投资人 你自己手上有这个超高价格的 你要在最漂亮的价格的时候 赶快先做出多 把资金拿回来 重新再投资新的布局 对不对 那现在当时你没有办法去认同 那现在你回顾一下 是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现在不用去担心跟害怕 尤其是今天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这个大盘 真的不行的话 幕后的大手 不用去花那么多的力气 对不对 又要动金融 又要动这个台积电 又要动面板股 那些都要花不少钱 他砸了那么多钱 把盘撑在这个地方 难道他不知道你们害怕吗 也知道啊 那知道你们害怕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撑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有时候要逆向思考 所以我希望说 其实这个抢红包的行情 并没有结束 你不要认为说 这个地方好像是真的不行 那你只要换个持股 换个持股 我相信 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就像我刚跟你讲的 包含我们的这个 预风之鼎 财富船 金丝王 这些个股 未来他都有机会 继续往上走 那当然 我说过 投资朋友 我们就知道这些股票 我也是在等待个时机 等待这个时机出来之后 我还有其他的股票 会再继续做布局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投资朋友 这个抢红包 元月份的抢红包 一定会出现 让你觉得 大惊一场 你要永远相信一句话 投资朋友 什么话 就是当市场最害怕 最有疑虑的时候 这个行情就是不会结束 这个行情 每次都是在什么时候结束 当大家最乐观的时候 所以说你看 现在目前 所有市场都怎么样 人心惶惶 因为你们之前 手上都是什么 中小型的电子股最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如果是说 你撇开这些 中小型电子股的话 投资朋友 你心中真的会那么害怕 应该也还好 对不对 有些跌虽然在跌 但是跌没那么深 没有像中小型电子股 跌那么深 所以这个活动 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浪费掉 那怎么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说过 你只要加入我的这个 Light 跟我们的这个Telegram 到时候我们会有个 连结的表单 你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 我说过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优惠的活动 那尤其这个行情 我说元月份的行情 虽然看起来 我说过 好像让你感受不到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买对股票 我相信你就会感受到 那如果是说 等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财富船也好 甚至于预风之鼎 甚至于刚我们今天才布局的金丝网 往上冲的时候 投资朋友 我想请问你 你在获利的时候 你会认为没有元月份行情吗 所以是持股的问题 不是大盘的问题 因为大盘没有跌 大盘真的没跌 是个股在跌 所以你怎么去把这个持股转换 调整回来 才是你现在的重点 那我希望投资朋友 赶快利用我们的优惠的活动 成为我的家族成员 不会抢红包 让真红带你一起来抢红包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同学 分享到这边 在这边 预祝各位同学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